下面我给大家讲解 自动接受这个功能怎样操作 首先我们点击自动接受 好,我在这里给大家 先描述一下自动接受是一个怎样的含义 自动接受 就是当我们微信有别人家里的时候 别人跟你打招呼 比如说我现在在一个会场 举办一个会议 然后我给所有的人说 我的微信号是多少 这时候是不是有几十个 甚至几百个人同时加我 然后加我的同时 那我是不是得去对他做一个 接受的一个任务 这个时候我们其实就是代替了 这个人工的操作 然后做到了一个智能化的 一个自动运行的一个操作 怎样的自动运行 然后接下来我给大家一个详细的讲解 大家可以看到 同样的一个参数配置界面 第一个按钮是一个保存设置 第二个同样的是一个启动任务 我想这个就不用多讲 就是你设置参数之后 如果你点击保存设置 你的参数配置将永远保留在这个界面 以后点击进来 它就会自动摸凳保存 启动任务就是你填写参数之后 你要开始工作 然后点击启动任务 然后它就开始自动运行 还要再次重申一下 就是点击启动任务之后 我们的智能营销手机 不需要你做任何的操作 你只需要做一个绰号电 连接网络成长 就OK 它就会全自动的为你工作 把你所有所设置的一个参数配置 全部工作完成之后 它才会停留下来 好的往下看 填写接受粉丝的一个随机进行的时间 单位为秒 这是一个什么含义 比如我现在填一到二十 他如果说去工作 对一个好友进行一个接受 比如我现在有五十个人加我 我需要对五十个人进行一个接受 那我这个地方 我随机填了一个一到二十 我们的程序做到了一个完全模拟人工 就是完全模拟人工 是一个非常合理的一个做法 就当他开始工作的时候 他去对第一个粉丝开始接受的时候 他或许是二十秒 或许是一秒 反正是在一到二十秒里面 随机抽取一个一个时间值 去进行一个接受 是这样的一个 这个地方的一个随机进行的时间 是这样的 如果你填一到五十 他就是到一到五十秒里面 随机抽取一个时间间隔 比如他第一个是一秒 然后第二个可能是五十秒 可能又是一秒 可能是十秒 可能是三十秒 是这样的 好往下看 填写收藏的虚拟 我们做自动接收之后 可以做到同时接收之后 可以做到给用户 做一个随机的一个回复 回复的内容有收藏 和一个打招呼的用语 就是随机你编辑话语 然后对他进行一个回复 收藏大家可以看到 填写收藏的虚拟号 我想大家应该知道 收藏的虚拟号 我在这里给大家 去到微信里面去给大家 看一下 好我们点击微信 打开我的收藏 这个是刚刚登录的微信 他需要交代一下 好大家可以看到 这就是自己的收藏 如果你打开你的收藏 我们的虚拟号是从上往下 一一二三四 然后往下往下数 如果你想对哪一个用户 好我们现在回到功能界面 自动接收 看到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合理的一个 收藏虚拟号的一个回复 就是你把想推送给对方的一个广告 或者是一个连接 然后收藏到你的虚拟号 收藏是可以收藏很多东西的 不管是连接图片文字 所有你看到的几乎都能收藏 比如我这个地方 我填写一三九 然后这个时候呢 他会接受粉丝之后 他会把你的收藏一三九 这三个收藏会发送给对方 然后还可以随机的配送一个话语 就是你可以随便说一句话 然后随便说一句话 然后添加到你的 添加到列表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你是可以添加很多的 你是可以添加很多的 这个地方添加很多 那可能有很多人都会想到 他是怎么去发这个文字的呢 也是随机抽取的 请记住 我们这个文字的回复 也是随机抽取 进行推送 哪怕你在这个地方添加了十个 十段话语啊 他也是 可能推送给第一个好友 是第一句话 可能推送给第二个好友 然后是第三句 第五句 第十句 都是完全有可能的 是一个 随机抽取的 这个时候 然后下面可以看到 选择发送文字的 发送文字或者是收藏 就是做一个选择 你要发送纯文字 那你填的收藏 他就不会给对方 进行一个推送 他在同意对方好友的时候 如果你选择发收藏 那他就只会给对方 推一个收藏 这个是非常简单的 我想大家也应该能够理解 同时发文字和收藏 然后就是两项一起发 好 再往下看 下面就是一个填写微信账号和密码 然后左边 右边 然后是一个启动 停止 比如你添加了很多微信账号 你这个时候 你想停用哪一个 你想启动哪一个 然后你就只需要检测一下 它后面有没有添加一个启动 然后添加好之后 你直接点启动任务 它就开始对你所对应启动的微信 进行一个工作 就很多人都会去一个 这个地方任何东西都不用填写 他以为就是他微信登录 然后就是对他现在当前微信进行操作 不是的 我们每一个功能都是以这个地方的微信账号为基础 进行工作的 就是说你在这个地方 添加比如账号 123 123456 那这个账号 对吧 那他工作的时候 你启动任务工作的时候 他就会对123456 这个微信账号进行工作 就是和外面的微信 你现在当前登录的微信 没有任何关联的 就是说每一个功能所配套起来 就是关联起来 是以里面的微信为基础的 所以说大家请注意 就是点击启动任务之后 这个时候你拆数收拾行之后 点击启动任务之后 它会自动的一个运行 如果你现在当前所登录的微信 是123456 那它会自动的匹配 它不会去退出 然后进行 就对你当前的微信账号进行工作 如果说它匹配到 不是123456工作 微信号 它会自动的把它进行一个退出 然后再登录我们的123456微信号 然后它就会进行一个 自动的一个接受一个工作 请记住 这个地方还可以添加很多微信 也可以同时使用 就是说 它可以连贯性的进行操作 哪怕你有十个微信账号 也是可以的 就是你只要添加好账号之后 添加微信账号之后 它就会就是一直往下工作 就是它把第一个微信进行工作 然后它会自动移换到第二个微信进行工作 它就会一直这样 我们所有的功能都是这样的 就是可以支持多个微信号 同时工作 我再次的重申一下 就是所有的功能 点击启动任务之后 请不要做任何的操作 只是要把手机的电充号 保持网络正常就可以了 好的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自动接受的这个功能 的 就是 谢谢观看